趋势百分百 前法人投资机构资深研究员 各大财经媒体节目特约来宾 2012年台湾最佳财务策划师 王信杰首席分析师主角 欢迎收听趋势百分百 人员投雇109年尽管投雇新字第010号 欢迎收听news酒吧酒吧新闻台 持续锁定的是我们的趋势百分百 我是桂花 赶快来邀请主讲分析师 轮源投雇的首席分析师王信杰老师 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亲爱的同志们大家好 午安 昨天晚上美股费半大跌了3.2个百分点 台北股市今天表现非常强劲 开低走高 最终上涨了87点 指数来到了20301 成交量是4485亿 请教一下信杰老师 怎么观察一下今天的大盘 我想整个昨天晚上美股市下跌 特别特别是在所谓的一个美国的科技类股 跟非半指数跌幅比较重的原因里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或多或少知道 应该是说整个欧美的一个先进大厂 那个先进的一个设备大厂的艾斯莫尔的一个 不管是整个上一季第一季的财报 不如市场预期 甚至对整个目前第二季的一个 营收获利整幅都是低于市场预期的情况下 所以造成整个所谓的一个艾斯莫尔的股价 昨天一个重挫 美国再创下整个近期的一个破断新地下达 但是虽然昨天晚上美国股市是再续续下跌 创下整个破断新地 但是我们也看得出来在整个今天 整个所谓的一个美股的盘后 开始做个所谓的短期的跌生反弹 也因此带动今天亚洲股市的开低走高 那加上大家都知道今天整个市场最关注的 就是今天下午的所谓的台积电的一个发售会 以及台股的所谓的热钱行情 这我们从整个所谓的一个昨天台股反弹300点 融资与口气大增的41亿 那今天整个台股的融资也许不排除 还有持续再做个明显增加的一个动作 也这个就是所谓的全民运动的所谓的什么 热钱行情嘛 那也因此整个台股今天是一个开低震荡走高 最后是上升的87点 收在20301点多附近 好那虽然整个台股在整个经过的 不管从整个所谓的一个4月10号的一个20883 到整个这礼拜二的一个盘中一度重挫600点 那下跌的整个波段下跌的1030几点的过程当中 那这两天大阪指数有反弹的 大概将近400点左右上来了 那这个是整个整个所谓的一个整理节 拉回整理完准备要再波段大涨嘛 那我个人看法还是比较没有改变之后 这里我还是比较倾向是大阪指数应该是属于连政的反弹 还没有说直接要V型的单脚弹升上去 换句话说短线最近这几天反弹完 大阪指数我觉得还会下来做一个震荡整理 其实正如我们最近这几天很客观的跟投资分析的 有时候你看看国际股市现在的位阶 你再回过来想想台股有没有潮涨 你去看看国际股市的位阶 再回过来看看台股的位置 有没有潮涨 因为毕竟你看得出来 美股倒球已经跌到半年线 所有的美国的NASDA 费半指数 S&P500 欧洲股市 亚洲股市都跌到哪边 都已经跌破极限了 当然我刚开始节目一开始也讲 跌升一定会有反弹 但是国际股市都已经跌下来 除非很简单你告诉我一件事情 就是连国际股市都不一行 台股直接大早上去再穿行销 那我认为台股这就直接上去 否则如果国际股市 最近这几天 则是短线跌升反弹 还要整理的话 那我觉得台股短线这几天反弹完 应该也还要再做什么 整理修正 那至于说整个大盘指数 短线反弹的力道大或小 幅度大小 我想我们个人看 凡是没有改变 就指数而言 你还是开始要观察一下整个台积电的一个 今天法术会的一个结果 那你说整个谈到今天台积电法术会结果 我这边没办法跟你讲的 原因理由就是比较抱歉是 因为我在录音的时间 台积电的法术会怎么样 还没有结束 所以我不晓得整个台积电法术会结果 但是我可以说 整个台积电的今天的法术会的结果 不管结果如何 你该如何应对 我想我这边简单的在节目当中 把我个人看法稍微提供给大家做这个参考 当然第一个就是赤场 大家都期待的就是台积电法术会 看的不是第一季财报 你要注意是第二季的营收展望 最好营收展望要到 可以叫第一季成长5到10% 这才有机会叫做优于市场预期 听清楚台积电法术会的观察的重点就是 第二季的营收展望 一定要比第一季到成长5到10% 才有机会优于市场预期 如果台积电的法术会的结果 是优于市场预期 那短线当然就有机会在往上怎么样 再涨一下下 如果台积电法术会优于市场预期 那短线不排除就有机会再往上涨一下下 但是万一今天台积电的法术会 我也强调不是看第一季的获利 是看第二季的营收展望 万一跟那个艾斯摩尔一样 不小心第一市场预期的话 那可能台积电就直接下了整理 那你说这样子讲好像 听起来又有点笼统嘛 到底好啊 那没关系 我们就回归股价技术面 台积电月线的关键支撑不能破 你注意台积电月线关键支撑不能破 一旦跌破 那代表台积电也要下来整理了 那你也知道台积电是最占指数的 你也知道为什么这一波国际股市 都跌到季线以下的 台股还可以撑在整个这边 撑在相对高达 那指数部分就是因为台积电撑住了嘛 所以如果万一台积电任何时候跌破月线 你就要提防台股这一波的反弹结束 可能就要开始做补跌的动作 这是我个人看法 所以也因此我们回过来就是说 在整个指数部分 不管在指数方面透过大财富的操作 或者各股的操作提供给大家参考是 第一个针对指数方面 透过大财富的操作 我想我们在整个这礼拜二当天 重挫五六百点的时候 我们也是透过新角色粉丝团的盘中讯息 在盘中不要事后放马后跑 因为礼拜二当天重挫 你空单不获利回补 你看昨天就谈300点 今天再谈了87点嘛 所以我们在指数方面透过大财富操作 跟T50震热这两个短空单 我们都在整个礼拜二当天重挫的时候 有没有公开告诉你 空单逢低获利回补 有没有 这一波的牵点回档 我知道很多投资 可能之前追错的股票 比方说IP股 AI 不仅我们在三月底四月初的四月份的关键报告 明确的告诉大家 四月份小心至少千点的涨多回档修正 实际证明我们讲的对 那也因为我们领先市场 知道四月份会有多涨多回档修正 是不是在送给你四月关键报告里面 非常肯定的告诉你 指数方面透过大财富操作 你可以逢高短空 那事实证明对的 你看那天跌500多点 大财富涨几倍 大财富的空单涨几倍 好那T50真的 那天跌500多点 你也知道当天 T50真的跌了11块多 高低点从高点下来 台股跌1000点 T50真的跌了20块 跌20块不是我们亏钱 因为你要清楚 我们是放空 那代表放空是赚钱来亏钱 赚钱嘛 好那我们在礼拜二补的空单之后 我们今天在整个收盘前 我会告诉我们家族成员 如果你不读台积电法说会 最后结果的人 你可以在尾盘拉高的过程当中 大财富的多单 短多单 你可以先做获利调节动作 那如果你想读台积电法说会的 那你就多单获利取报 那其实讲白一点就是 我们整不管之前的空单下来赚钱 这两天大盘指数的反弹 我们指数会透过大财富操作 短多单 你只要不想读台积电法说会的 微盘卖一定赚钱 空单赚钱 这两天的短多单还是赚钱 那你想读台积电法说会的 那一样嘛 明天不管涨跌 那到时候获利了结嘛 就是这么简单 好在个股的操作 我们刚一开始也讲嘛 指数部分我们还是比较倾向 这里是跌升的反弹 反弹幅度大小 就看今天台积电法说会的结果 那我说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个股 你还是要解释手中的股票 手中好好解释手中的股票 而且控制到你的持股比率 如果一些转弱股 最近短线反弹预压 你要舍得搞储 你不要抱很多的股票 这波跌得很深 你可能套了两成三成下去了 然后好不容易这两天反弹上来了 跌下去 后悔之前过度追高被套 然后呢 这两天反弹上来 又贪恋又起 又舍不得卖 你不要这几天反弹上来 贪恋又起舍不得卖 你不要过几天反弹结束 又包下去的时候 你又再后悔一次 那真的很可惜 所以如果你手上有任何持股 套牢问题的 反弹完应该要做一些 停满动作 但是我不晓得我手中的股票 反弹到什么价位该出啊 没关系 你如果有任何持股问题的 你可以直接打电话 进来公司问我 或者你可以 你可以加入新加址的粉丝团 透过粉丝团 你私密我 听清楚要私密 只要公开留言 述不答复 因为这是根管会的规定 如果你有任何持股问题的 你想要趁这次短线反弹上来 先高出之后下载再滴接做价差的人 我刚才也讲了 第一个你直接打电话 接下来公司问我 第二个你可以加入新加址粉丝团 透过粉丝团私密我 你手中的股票 你就写在上面告诉我 那我针对你手上的股票 未来这段转线这几天反弹到什么价位 先高出之后 如果你真的看到它 你再把它低接回来 高出低筋做价差 来降低你的持股成本 你才能赶快解套获利 好那你说转弱股 反弹该减码 那有没有什么股票 震荡拉回到支撑附近 可以逢低找买点的 我想我们待会在下半场里面 再针对拉回可以留意买点的一些个股 跟头上做更进步的分享 好的谢谢老师 现在这段一定要跟对老师买对股票 手上的股票不对 一定要换股来操作哦 如果你手中有持股套牢的问题 赶快把握机会来加入 信杰老师的Lite账号 我们成为好朋友之后 你都可以在上面做咨询 老师都会帮您做回复哦 进一步内容可以利用 我们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听众朋友 想要掌握为刚拉回的第二次买点的话 赶快把握机会来加入 信杰老师的Lite账号 Lite的ID是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加入的话 也欢迎你直接来电咨询 02-2321-9933 02-2321-9933 为刚拉回 请务必一定要跟着上车哦 02-2321-9933 02-2321-9933 东西外资强势布局 轻松掌握股市金流 独创台股形态分析 带你掌握趋势转折 只需回到节目当中 邀请陪伴大家的是轮源投过的首席分析师 王兴杰老师 指数在高档剧烈震荡 接下来还有哪些个股可以加以留意呢 请教一下老师 我想其实为什么过去这段时间 很多都这么觉得说 看到指数在涨 或者说 这个行情这么热络 但是怎么样 为什么做的不是很顺利 好像觉得赚的指数赔价差 原因理由就是过去这几个月 过度去追逐之前的 所谓的一个热门的族群 比方说很多人可能之前 追所谓的爱皮股 不含在3035资源 还有创意 所谓世新KYF等等 当然股票跌升了 我没讲嘛 随时会有机会做个跌升反弹上来 所以这几天反弹上来 合理正常 可是你会发觉这些IP的 这些不论哪一档IP的股票 你就算这几天短线反弹上来 可能都离你的成本 还非常非常的遥远嘛 第一个追IP的 再就是所谓的光通讯的细光子 对不对 另外呢 再就是追到所谓的 AI的一个族群的部分 从整个伪创 技嘉 广达 台光店 到整个金像店 等等这些股票 其实你看这一波 也是跌幅很重 那再来再把时间拉近一点点 四月初 全市场最热的是在谈什么 一定都会跟你讲 每个专家四月初 一定会跟你谈到一档股票 叫做什么 2317红海 这个月初谁不谈红海 对 不谈红海怎么做生意是会员 可是你今天回过来看 如果你是之前 你说你红海买低档 买在百元附近的 长期投资的 你赚钱 我当然恭喜你啊 可是等到红海 大涨一波上来了 你在四月初 坦白讲 你四月初去追红海到今天为止 你有赚钱吗 我相信你绝对不会赚钱 因为以四月一号的红海的股价都在150以上 就算这两天红海反弹上来 今天收盘才是148 对不对 所以这几天四月份到今天为止 买红海的人 只要有穿不跑 其实都没有人赚钱 那你会发觉就是 你看轮流去追一些涨多股票 轮流套牢 这就是很多投资 为什么在整个过去这几个月 没办法赚到钱的主要原因 甚至过去这一个月 没办法赚钱的主要原因 就在这边 那当然从整个IP AI IP 光通讯 矽光 到整个AI 还有整个这个月初的孔海家族之外 我相信最近这几天 甚至包含今天 所有市场专家一定会跟你谈什么 重电跟什么 线缆 这个电线电缆嘛 因为现在盘面上最强的 就是重电跟电线电缆 当然我也讲 重电跟电线电缆 你要看 股价都是在历史的超高点 那你做这些股票 不是不行 但是你手脚自己要快 不对 一定要算是要挺顺挺立 因为你不晓得哪一天 现在在最行的重电 或者所谓的电线电缆 你不晓得哪一天 它会成为IP股第二 你不晓得哪一天会成为 AI第二 你不晓得哪一天 可能会成为细光第二 你不晓得哪一天会成为 四月初一百六十块的 红海第二 也就是涨多 追高 下来讨劳 好 那当大家都在谈这些热门族群的时候 你回过来看看 星小师 我在过去一个月以来 我跟你谈的股票差别 有没有一直跟你讲 银剑股 你可以留意 没人会跟你 没有人跟你谈银件 但是你看回过来看 今天其实除了电线电缆很强之外 你看今天几档银件股创新高 你看今天多少银件股涨停板上去 对不对 那银件股我也跟你讲 围绕都根 还有高股息子利率 虽然不是大家都最流行的 就是找高股息子利股票吗 银件难道 很多银件股的股息子利率不够高吗 所以当整个最近银件股算的时候 那我每次在整个 不管在节目当中 或者我在过去 我的粉丝团 每天的团中讯息里面 特别在三月十五号 那一天 153那个秦美 重挫下去 跌破年限的那一天 我还告诉你 绝对是买点不是卖点 那你今天回过来看 153那个秦美 从3月15号那天的长黑破底 长黑打下来达到35块多 到今天秦美 创了43.3元的波段新高 秦美今天创了43.3元的波段新高 你也可以是说 过去这好几年的一个新高上来 那回过来从3月15号 到今天4月18号 一个最左右的时间 秦美从35块多 到今天43块多 又涨了22%左右上来 秦美又涨了20几%上来了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一个月 我们不要说秦美是最标的 但是你可不可以跟着 信解老师的家族成员一样 你可不可以跟着 信解老师的粉丝团好友一样 买第一档股 买第一档的基优股 稳稳赚钱 一个月赚了20%以上 何乐不为 对不对 那你说你如果之前去追高的 你如果追AI的 这个月追红海的 对不对 你这个月之前追IP的 请问你有赚钱吗 对不对 不要讲最近最强的股票 很多人其实都 股票都套在之前的那门股 还不晓得该怎么解套我力 好那秦美 为什么这一波会炸涨 我想详细的产业的基本面 这里我就不多讲了 因为我每天在秦美 还没有今天大涨上来 创新高之前 我在第一档去针对 它的产业的基本分析 基本面的一个力度 我都在我的粉丝团 每天的盘中讯息 持续的帮你追踪 直到今天创新高回子 好那你说有手上 1536秦美的 过去这一个月 涨了20几%上来了 什么时候该获利出 反正你有的你来找我 好那除了说过去这一个月 对我们跟你讲的1536秦美之外 另外一档就是 3260的威刚嘛 那你看之前的威刚 有没有从95涨到117 有吗 有从95涨到117 也有22块的价差 有没有超过两成的一个涨幅 大概23% 你看所以过去这一个月 秦美涨超过两成 威刚也涨超过两成啊 我有跟你乱讲党鸟设备票吗 有跟你报一大堆股票吗 没有啊 我相信你就知道 最近这一个月就跟你讲 秦美跟威刚啊 两档威刚 也从95涨到117 那威刚从95涨到117之后 这几天杀下来 被整个外资赛卖出来 回到百元上下这个盘整区 那威刚该如何操作 那我个人看法 我不会说 涨的时候才拿出来讲 跌的时候就不敢像其他专家 就不敢跟你做分析 一样我个人看法提供你做参考 如果你手上威刚的这档股票投资朋友们 或者你对他有兴趣的人 因为很多人都是这样 之前从95到117 没赚到 今晚大家回 又回到百元附近 可不可以买 来 你就听我给你做分析 我觉得短线回到百元上下这个盘整区 短线威刚应该随时会做反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只要财报 如我们之前预期的 第一季跟上半年财报 较去年大幅成长的话 我个人看法是整理完 应该还会再上去 就如同3月15号的秦美 打那根长黑下来 破底 大家也会担心害怕 对不对 你今天回过来看 秦美的基本面 一样 那么好 原来那一根 你先回过来看 原来3月15号 秦美那一根的长黑破年线 叫做洗盘 最后洗盘甩掉 洗完打底完 今天秦美创新高 所以整个威刚 就如同我刚刚讲的 第一个 短线随时会做反弹 第二个 注意未来产业的财报 如果第一季跟整个上半年财报 如我们之前预估的 较去年大幅成长的话 那整理完还会再上来 那你说 所以如果你手上还有威刚的 当然接下来该如何操作 你想跟进步了解的 你可以加入新小时粉丝团 我会在粉丝团里面 持续帮你追踪 好 那当整个 秦美今天创整个破乱新高的 你现在不要再问我可不可以追了 你现在要问我的是什么 有没有秦美第二 对不对 还有没有类似这种秦美 可以一个月左右涨20% 稳稳赚20%的股票 有 来 因为节目时间快 我才听到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520之前剩下未来这一个月 所谓的军工题材嘛 可是有些军工股要么就是炒题材 没什么基本面 要么都已经涨上去了 所以这边有一档 520的军工股的题材 目前所有的短中长军线都纠结在一起 那他股息则利率有4%以上 也许短期间有补涨的空间 好 那如果这档军工股短期间 可能有补涨的空间 哪一支 你加入我的粉丝团 我会在明天粉丝团的盘中讯息 公开跟你分享 这一档 在目前在第一档 股息则利率4%以上的这一档军工股 明天盘中粉丝团跟你公开分享 另外AI族群最近不是跌很深吗 很多人都套牢的嘛 不曉得怎么办 针对台光店 金像店 伟创 广达 或者技嘉 甚至音乐达 这些AI族群 跌身 有没有机会出现跌身反弹的买点 你有兴趣的人 你可以来找我 如果AI族群出现 所谓跌身反弹买点出现的时候 心晓老师 我也会在我的粉丝团 盘中讯息里面 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跟大家做分享 好的 谢谢老师 终点观察以及分析 要恭喜信杰老师的会员 这一波威刚还有秦美波段创新高 大涨了20% 想要领先卡位在底部 赶快把握机会跟着信杰老师一起来上车布局 另外想要掌握威刚拉回的第二次买点 还有520军工股的题材的话 赶快把握机会来加入信杰老师的LINE的账号 加入之后呢 明天在盘中讯息都会公布开来做分享哦 进一步内容可以利用我们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时间的关系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轮源投顾的王兴杰老师 好 谢谢主持人助客头朝朝朝朝顺利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威刚拉回短线随时会做反弹 想要掌握威刚拉回的第二次买点的话 赶快把握机会来加入信杰老师的LINE的账号 LINE的ID是小老鼠TREND100 小老鼠TREND100 加入之后 信杰老师还会再跟你分享520军工股题材的概念股 在明天盘中讯息就会公开来做分享 赶快把握机会来加入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加入的话 也欢迎你直接来电咨询 02-2321-9933 02-2321-9933 威刚拉回请务必一定要跟着上车哦 02-2321-9933 02-2321-9933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洞西外资强势布局 轻松掌握股市金流 独创台股形态分析 带你掌握趋势转折 多空双向稳操胜算 黄信杰首席分析师 是您可以托付的专业操盘手 服务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或免费加入趋势百分百 LINE ADID 小老鼠TREND100 人员投雇109年 尽管投雇新字第010号 轮源投雇 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为您下好每一步棋 无论股票 期货 选择权 都能以重要投资的强力经验 为客户掌握独到的投资建议 专业 诚信 负责 支付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免费加入LINE AD ID 小老鼠TREND100 轮源投雇 109年尽管投雇新字第010号 MING PAO CANADA IMAGIN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